大家好,歡迎回到萬聯花新台,繼續有水哥講波 大敗給利物浦之後,當中這場波連環派交到卡斯成為大家賽後討論的焦點 看回很多朋友的留言及網上其他討論區的意見各有各的看法 有人說卡斯背鑊,都有人說 本身萬聯條中場這場已經被利記斬出來搶 坦克又沒有臨場應變等等 卡斯又成為焦點 又去討論他究竟是否還能踢得好 果然又有消息傳出來,加拉塔沙雷有興趣借卡斯過去 轉會槍不是完了嗎? 歐洲大部份主流聯賽都完了轉會槍 但土耳其那邊還有得玩 那邊的轉會可以玩到9月中 他們最新還有借了這個夏天搞到一窩粥的澳市民 而最新的現在傳賣,卡斯也有興趣 今次的影片就跟大家談談這方面的消息 其實今次這個傳聞的消息都是賽後最新傳出來 暫時未見最權威的幾個大記者有說 所以對於消息的真確性,大家都要再留意一下 就未必這麼真確 不過都可以拿出來談談 究竟接下來卡斯怎樣搞法呢? 暫時這個傳聞就是加拉塔沙雷那邊 有興趣看看可不可以談到自己用卡斯的交易 即是如果傳聞熟實,卡斯還有可能離隊 但報道同時也有說 卡斯的人工又可能是潛盡的問題之一 即是萬聯近年放任,很多時候都有同樣問題 我們這邊就給人工太高了 很多時候想要的球會都match不到 這點就比較麻煩 暫時傳聞只有這麼多 未在什麼談得很入獄的階段 都未知道加拉塔沙雷是不是真的想借 而其實在夏天早些時候都一直有說 萬聯其實之前有考慮過 今下就可以放走卡斯 只是沒有offer比例而已 連沙特那邊都傳說沒有出手 那卡斯才會留下 有傳媒其實就分析過 萬聯今季很多新的宣傳campaign 都沒有什麼卡斯的相片 只是有少量穿新球衣造型照 由這裡就推斷萬聯應該的確曾經想放走卡斯 不過去到8月都見沒有什麼球會問 才決定留下他 現在在拿完一國大野之後 如果土耳其那邊真的出手 究竟應不應該借走卡斯好呢 如果問我的話 答案就很簡單 我就不會借走卡斯 沒錯 正如我早兩日的賽後片所說 我都認為大敗比利物浦 卡斯個人犯錯就是佔了很大的原因 但又不應該這樣單單一場 就改變主意 由之前決定留下他 立即變成要借走他 又不是一場球就要踢走他 就不應該是這樣 而且中場來說 你說其實萬聯是不是真的很多人 又不算 放走了蜜湯和漢尼拔 還有萬字又那麼容易傷的體質 中場來說 其實可以rotate的人 就不是那麼充裕 尤其在四線作戰 我想現在英超轉回槍完了之後 先再借走多一個中場就不太適合了 這個就是第一個原因 就是人數上 我們中場就剛剛好夠用 就不應該借走 而第二個原因就是 卡斯第一場英超對富咸的時候 還有展現到他的能力 即是今場對利物浦 在沒了萬字之下 中前場的迫搶陣散了 迫著卡斯和美魯經常要頂向前面 而同後衛線之間拉開了 繼而就變成中場很輕易地被利物浦打爆了 卡斯和美魯很多時候都暴露在利記刻意針對的迫搶之中 而導致那麼多犯錯 即是上場那麼多派交 當然他兩個自己本身有很大的個人責任 但同時整隊球 沒有提供太多幫助給這個弱勢的中場 這裏都有責任 這場本身中場這樣被人打法 本身就是會更暴露卡斯的弱點 即是都有戰術原因的問題在裏面 而其實 好像我第一場對富咸之後所說 應該如果被卡斯輪著踢 有時間足夠休息的話 而球隊的戰術陣型 又可以打得compact一點 緊湊一點的話 卡斯就應該還有作用 還是給了貢獻 所以我都是那句 不應該一場犯錯就說要踢走人 卡斯 用得對的話 是還有作用 我認為就應該要繼續留下 還有要計作戰經驗 烏加迪其實就更好年輕 而美奴和哥里亞就更年輕 我就認為防忠偉留下一個老大哥 對這些年輕球員都會有很大幫助 那就是了 總結來說 上一場鬧還鬧 但鬧完鬧完之後 我都會選擇留卡斯 只是他真的要省定一點 就不要繼續這樣交下去 一場交還可以忍 但如果接下來長一場都繼續交呢 那到時就不同說法了 好了 今集兩回合就大概到這裡 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留言和SHARE 還有支持我 可以加入PATREOR 或者做YOUTUBE 都可以的 感謝支持 好了 我們下條片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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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